据中心经纬 2023年31省份人均收入榜出炉 国家统计局19日公布的2023年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显示 上海、北京、浙江稳居前三 上海和北京更是携手首超8万元 对比39,218元的国家线 2023年上海、北京、浙江、江苏、天津、广东、福建、山东等8地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国均值 从增速看,31省份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均实现正增长 西藏、甘肃、海南、新疆、湖北、宁夏、陕西、河北、上海、安徽、吉林等11地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跑赢全国 其中西藏以8.65%的增速领跑 按收入来源分2.23年 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2053元 增长7.1%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6.23% 从人均消费支出看 上海居民能赚能花 2023年 人均消费支出52508元 位居全国第一 北京 浙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超过4万元 江苏、天津、广东、福建四省份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处于3万家梯队 一居全国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 31省份全年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均实现正增长 其中内蒙古、吉林、青海、上海、宁夏、山西、贵州、北京、天津、陕西、云南、海南、河南、摇宁等14省份 民意增速均达到或超过10% 内蒙古人均消费支出民意增速超21% 居全国首位